当年在湖南长沙 只要提起文烈宏文三爷 那人们是文风丧胆的 这文烈宏到底有多大本事呢 咱们从头来说 这文烈宏啊 1969年12月出生 因为在家里边呢 排行老三 小时候呢 大家就都跟他叫文三芽子 这是湖南的一个当地方言啊 一个特色的叫法 在文烈宏涉黑团伙里面 只有少数的几个骨干力量 能跟文烈宏叫三哥 一般的那些小弟啊 因为辈分太低 只能跟他叫文三爷 就那么些年在长沙这个地界 凡是放高利贷的 弄地下赌场的 弄土石方工地的 以及啊 地下出警队等等圈层 只要一听到文三爷这三个字 那都是胆怯三分呢 过去啊 我们在影视剧里边啊 一看那些黑社会大哥 出入都是乘坐百万豪车 生活灰金如土 没事 生活消遣方式就是去澳门 新加坡 阿拉斯维加斯 赌博去一掷千金 动不动 打打杀杀 视别人的生命如同草芥 原本我们认为 这就是影视剧里面的情节 在现实生活之中不会这么过火的 但是在文烈红身上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长沙市望城区 乔义镇民福村 有那么一片田地 还有一片山林 在这片田地和山林之前 有一个特别显眼的大院子 里面呢 种着不同的植被啊 里边各种各样的名树名花可不少呢 大院门前都铺上了大理石了 各位 您说您谁家奢侈到院子门口都铺大理石啊 客厅里边铺大理石都嫌贵 在一条马路之隔的地方 还修了一个亭台楼阁的院子 虽然是在农村 但是这个院子啊 就让人感觉是土豪味十足 这院子的主人就是文烈红 咱们一说谁谁家里边了不得了 住一二百平米 真说在农村里边 我有着三间房的地方 五间房的地方 称死十间房的地方 人文烈红这院子可不论间的 人家占地超过三十亩地 文烈红啊 把这么一大块超大的宅基地当年就买下来了 差不多是十几年之前开始建设的 七八年之前才有人入住 但是文烈红的父母并没有住进来 您各位该说了 那这文烈红是不是跟海南黄红发誓的 人有一好爸爸 是吧 人这赢在起跑线上了 含着金钥匙出身的 人家庭环境好 其实并不是 他就出生在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之家 因为他呀 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又是父母中年得子 所以呢 父母从小是要多宠 有多宠 要多爱 有多爱 只要哪怕有一丁点好的地方 父母亲都会第一时间 想到这个宝贝儿子 就在这种溺爱的环境之下 文烈红就养成了 骄横任性霸道的性格 读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就上不下去了 这种学生 他上学人老师也头疼啊 他自己也不想上了 早遭的就辍学了 辍学之后干什么呢 就跟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呀 就开始勾搭起来了 成年之后的文烈红呢 就是在外边四处打工 做过泥瓦匠 开过摩迪 卖过水产品 还承包过工程 就因为有了这些历练啊 他的社会关系也很复杂 所以身上的恶习是越来越多 1997年 当时文烈红啊 通过承包工程 赚了点小钱了 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什么是打排酒 什么是打麻将啊 这时候的他就开始发现 哎 我要是通过出老签挣钱 那可比干工程来的快多了呀 再加上那个年代 看看香港的那个赌博的电影啊 那这心里就更向往了 此时的文烈红还没察觉到 正是自己的这个思想 才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就在这一年 文烈红啊 在家里边跟同村村民赌博的时候 因为他出老签 人跟他没完呢 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随后呢 文烈红就把他姐夫就叫过来了 他姐夫呢 又叫来了几个人 过来之后 对着人这村民是大打出手 导致一名村民的头部严重受伤 送到医院紧急抢救之后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命是捡回来了 但是呢 因为当时打得太厉害了啊 所以啊 好了之后 这脑袋一直疼 疼得活不了的那种疼 两年之后 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折磨了 这名村民最终服毒自杀 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得知出事以后啊 文烈红一开始 心里边也不踏实 忐忑不安的 就怕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 也怕受到死者家属的报复 可过了这么几天 哎 也没人打击报复我呀 甚至医药费 我也没赔呀 文烈红 内心就开始膨胀了 看吧 这年头 看的就是谁狠 也比你狠 啊 我就能比你过上好日子 我就欺负你 我欺负死你 他呢 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恶一点 狠一点 就能打出自己的江湖地位 在这之后 文烈红算是壮了胆了 开始横行相礼 称霸一方 乔义震呢 也因为文烈红 常年的开设赌场 聚众赌博 变得是乌烟瘴气 当地老百姓 人都是踏实过日子的 人谁愿意惹他呀 都是敢怒 不敢言 文烈红的这骨子很毒劲啊 不仅是对外人 哪怕是对家里人 也都一样 他的妻子啊 就常年的得忍受文烈红的家暴 曾经他媳妇也敢 感觉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活着没意思了 服毒自杀过 但是自杀未遂 文烈红有一回呢 还跟自己的老母亲 办了两句嘴 吵了两句架 发生口角了 一言不合 上去一拳 就把他母亲的门牙 打掉了三颗 小时候 他的父母是怎么疼他的呀 他可不管这个 你凭什么惹我呀 你是我妈了不起呀 也正是因为文烈红这样 所以后来文烈红啊 发了家之后啊 住进了别墅 开上了豪车了 但是他的父母宁愿在家里边干农活 甚至拾荒度日 就减肥品 也不愿意搬进别墅 跟他一起生活 在文烈红的别墅里啊 包括在一些酒店里边 都有文烈红固定的赌博的窝点 这些窝点呢 都是由文烈红控制的 其中啊 有一位经常出入文烈红赌场的老板就介绍 说甭管是麻将还是扑克牌 绝大多数时候 文烈红都是只赢不亏 很多人都弄不明白 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秘密呀 这个老板直接就说 我也是受害者上当者之一呀 其实呢 文烈红啊 是专门养了一帮技术人员 他家不是在民福村吗 基本上一到晚上 大伙都该睡觉了啊 准备第二天 该上班上班 该上学上学 该下地干活下地干活呢 但是这是文烈红的赌场 开始营业的时候了 在这别墅里边啊 那是灯火通明 顾客们还没来的时候 你就能见着几辆小轿车 陆陆续续就开了进来 文烈红呢 每天都会坐在沙发上 就问旁边的马仔们 设备都调好了吗 一会儿千万别给我搞砸了啊 三哥 您放心吧 针孔摄像机都安装调试好了 等出牌的时候 您用耳机听我的提示就行了 这是他惯用的伎俩 不过有一回啊 也失手了 怎么回事呢 这摄像头都准备好了 可是正是玩上以后 他那些小弟在那监控的时候 发现摄像头没有信号了 这一个晚上 文烈红可就输了二百多万 剩下那几个牌友啊 乐嘶嘶的开着车就走了 文烈红气的呀 随后把这些小弟都叫过来了 老子他们就靠赌博起家的 还在阴沟里翻船了 你们怎么办事的 小弟们啊 当时吓得恨不得尿裤子了都 随后啊 赶紧跟他解释 把这技术设备啊 都调试好了 那么有一回呢 文烈红又把牌友都组织到这儿 不行 我得报仇 这一回 在针孔摄像头的帮助之下 文烈红那是大开杀戒 一晚上就赢了两千多万 几回下来啊 文烈红赚的是盆满钵满 那些赌友们呢都在那懊恼啊 哎呀 我这手气怎么这么差呀 文烈红心里还响呢 哪是你们手气差呀 你们是他们脑子有病 当然文烈红除了在赌桌上自己出老千挣钱之外 还通过排局抽水啊 放高利贷啊 非法获利 在长沙赌博的这个圈子里 文烈红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现金王 在他开设的赌场里边啊 所有参赌人员不用带着现金 由他提供筹码 从中呢 按百分之五抽头余力 排局结束之后 赢的人呢 直接拿着筹码换现金 输的人呢 只用给他打个借条 五天到七天不计利息 逾期了 那可就是高额的利息了 这是他的一整套盈利的手段和流程 随着越干越大 别说他自己赌钱挣的多挣的少 也不说高利贷挣多少钱 就没厂下来那抽水费 就抽的那个提点啊 就有几十万 甚至是上百万 随着赌博生意越做越大 钱也越来越多 文烈红啊 也不满足了 不行 我得干大买卖啊 我得当大老板 干脆就以他外甥的名义 专门成立了望城石湖施工工程有限公司 还从楼底 淮华等全省各地招揽了一批马仔 这些马仔干什么用的呢 不是有人跟他借高利贷吗 这些人就是收账的 文烈红就跟他们说过 我借出去的钱 你们要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的全部给我收回来 除此之外 不仅仅是在国内啊 开设赌场 甚至到澳门赌场去学习 到澳门赌场去赚钱 然后在香港洗钱 再到越南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赌场去赌 总之就是人把赌博这个事儿玩的 那就是炉火纯青 2010年2月份 文烈红呢 还以公司的名义 从事高利贷的这个行当啊 成立了湖南宏大典当有限公司 可以说从这开始 以文烈红为组织领导者 参与人数众多 以高利贷开设赌场 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为主业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了 我们说到这儿 大家还会感觉文烈红 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 你只是在地下挣着这些灰色收入 黑色收入的 那么后来文烈红又是怎么结交上那些 省级高官市级高官的呢 他又是怎么编织了那么一个社会关系网呢 那么咱们上期节目提到了 文烈红之所以气焰嚣张 是因为啊 他有他的一个朋友圈 很多官员都成为了他的保护伞 其中有一位叫周福波 周福波落马的时候 担任湖南省宗志办主任是政厅级干部 那么周福波呢 是在落马前不久 刚从湖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岗位上 转到宗志办主任的 周福波和这个文烈红是怎么联系到一块的呢 这周福波呀 祖籍是湖南齐东 原名不叫周福波 甚至不姓周 他叫江平原 当年呢 是一名高考移民 顶替了外省的一名考生的名额 这才改成了周福波参加了高考啊 这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是深恶痛绝的现象 这是教育上的不公平 周福波呢 毕业之后啊 因为工作呢 还比较突出 就担任了某位省领导的秘书 一路上是顺风顺水 先后担任过湖南邵阳县委书记 邵阳市副市长 市委常委 以及常务副市长 周福波担任邵阳市副市长的时候 有了一个不良嗜好 干嘛呀 赌博 经常是周五从邵阳回长沙 直奔赌博场所 跟文烈红他们呢 一直赌到周日晚上 这才回邵阳上班 也正是因为赌博 这才认识了文烈红 他在牌桌上啊 经常一玩 就是两天两夜 最多的一回输了二百多万 一个公务员 你才有多少工资啊 你输这么多钱 你拿什么还呢 输了钱了 他就找文烈红借高利贷 当上湖南省公安厅领导之后 文烈红一看 这是大腿啊 我得抱他呀 这是大叔啊 我得靠他呀 就给他呢 免除了利息 但是巨额的本金 这周福波他也还不上啊 所以乖乖的就成为了文烈红的 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2015年 长沙市公安局准备调查文烈红 涉嫌非法经营案 周福波 没做任何了解 就打电话给市局领导 要求撤案处理 这和电视剧扫黑风暴里面的很多情节是一致的啊 可以说电视剧里面 那个大佬高明远 其中就有很多事例 其实是文烈红身上来的 那么2015年 那起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呢 现在先不说 稍后再说 这文烈红的朋友圈里面可不止周福波这么一个公安厅的领导 2017年3月23号 原长沙市委常委 长沙市宣传部长张湘涛被湖南省纪委双规 而这一天呢 很讽刺 正好是长沙市委的廉政警示日 这位张湘涛呢 曾经啊 担任过望城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望城县委副书记兼任县长 以及望城县的县委书记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查到他的时候 他每年平均收售的礼包就上百万 他有1.6亿元的财产和23套房产 一个公务员 你这钱是哪来的 张湘涛呢 跟周福波一样 都是文烈红朋友圈里边的人 文烈红啊 最早在望城县放高利贷的时候 就傍上了时任县委书记张湘涛 一个县委书记啊 不仅给文烈红介绍客户 平时有点钱了 也都放在文烈红那吃高利息 经过查证 张湘涛的非法资产之中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文烈红 他们放高利贷 非法获利的 电视剧扫黑风暴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说高明远那是什么呀 那是绿腾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 而文烈红 随着他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啊 他俨然也成为了地下组织部的部长了 周福波呀 一开始不是在邵阳任职吗 后来呢 也在不断的扩大巩固自己在长沙的朋友圈 那么作为曾经某省领导的秘书 也一直盘算着怎么才能早日的调回长沙 一到周末或者到长沙开会 周福波呢 都得跟长沙的这圈子里边的朋友聚会 聚会无非就两个主题 一个是想方设法的升官 一个就是豪赌 周福波的这个朋友圈表面上看啊 是张湘涛的圈子 但实际上呢 就是文烈宏的圈子 周福波跟张湘涛俩人都是湖南齐东县人 周福波在邵阳工作的时候 多方谋求通过非法手段升迁 在北京跑官的时候 甚至还被几个江湖骗子骗了几百万 据说这笔巨款也是文烈宏给他的 周福波和张湘涛 想升官的时候 也都会找到文烈宏 借我点钱吧 我得运作运作呀 或者帮我找找关系吧 找找你的朋友们吧 各位领导找黑社会 让黑社会介绍关系 好让自己当成更大的领导 这多么的讽刺啊 除了张湘涛和周福波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是湖南省纪委员副书记李正科 这也是政厅级的干部 他呢也是湖南齐东县人 他从2011年到2016年 担任湖南省纪委副书记 2016年11月担任湖南省纪委政厅级的干部 李正科也是涉及到文烈宏案的厅官之一呀 一个黑社会在省里面市里面就有这么多的领导 甘心的做他的保护伞 所以这文烈宏气焰才那么的嚣张 那么的胡作非为 给大伙简单的说两个事例 2009年6月份的时候 文烈宏的小弟舒某将某企业老板非法拘禁 并且进行侮辱 逼取高利贷赌债 后来呢 这个老板赴农药自杀了 实在受不了了 2011年9月份 文烈宏与别人密谋串通 以每亩108万的底价 把长沙市旺城区丁字镇 500多亩土地使用权拍走 给国家造成了4个多亿的经济损失 文烈宏就是靠着他那些黑恶产业 靠着他手下的那支打手队伍 以血路开财路 以商养黑 以黑互商 商议做的是顺风顺水 朋友啊 也是越来越多 当时道上都说 文烈宏文三爷这人呢 讲义气 在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心目里边啊 就感觉很多的黑社会头目 都是那种特别讲义气的人 他们真的讲义气吗 当然不是 2015年2月2号晚上7点左右 长沙某国际酒店 豪华的酒店大堂 刮起红灯路 干什么呀 马上要过年了 得喜庆喜庆 一个在长沙从事房地产行业的老板 在跟朋友吃完饭之后啊 下电梯走出酒店大堂 此时的他并没有发现 一个男的正拿着砍刀 悄悄的向他走了过来 短短过了几分钟 一阵嘈杂的砍杀声 就打破了现场的宁静了 地上啊 到处都是血迹 这个老板姓张 这张老板怎么也不会想到 派人砍他的 要杀他的 正是自己多年的好哥们 好朋友 好兄弟 文烈宏 那文烈宏 为什么要下次毒手 不是朋友吗 事啊 得从案发前三个月说起 早在零几年的时候 文烈宏和这张老板就称兄道弟了 这张老板旗下呢 有很多产业 家底殷实 但是啊 也有个恶习 赌博 文烈宏啊 就抓住他这个弱点啊 迅速的从朋友就变成了牌友了 又从牌友变成了项目合作伙伴了 从2010年到2015年短短几年之间 甭管是赌博也好 还是房地产开发也好 这张老板呢 先后在文烈宏手里啊 借了将近十一个亿的高利贷 连本带息还掉了十九个多亿 照理说 带出去十一个亿还回来十九个亿 可以了吧 你都挣了好几个亿了 但是按照文烈宏的计算方式 不行 你还欠我四个多亿呢 文烈宏啊 这时候也不顾什么兄弟义气了 只要你逾期 那么我这利息就是打着滚的往上翻 这叫高额伐息 并且只准还息不准还本 要不我后边还怎么跟你要利息啊 有了张老板这个提款机 文烈宏啊 就跟马皇似的 可就算是死盯住他了 说什么也不撒嘴了 2014年5月份 被逼无奈的张老板 只能向有关方面写信 控告了文烈宏的违法犯罪行为 后来啊 在周福波等人的帮助之下 这文烈宏呢 也没什么事 最终还跟张老板达成和解了 签订了新的债务协议 但是文烈宏 咽不下这口恶气啊 他们敢得罪我的人 不会有好结果的 文烈宏就盘算着 我一定得给这张老板点颜色看看 一天晚上 正在长沙一个酒店洗脚的文烈宏 一个电话就叫来了他的手底下舍某 兄弟 没事的话过来陪我洗脚 有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等这舍某来了之后 文烈宏就说 姓张的既不还我的钱 还他妈回我 前段时间还写信 举报咱们是黑社会 真是他们又阴又坏 这么着 兄弟你呢 找个靠得住的 把他的手脚砍断了 只要不搞出人命来就行了 为了让舍某没有后顾之忧 文烈宏当场就表示拿出一百万的运作费用 事成之后还会把自己项目上的土方工程全部交给舍某负责 舍某一看 跟着我文三哥啊 有酒喝有肉吃 没问题啊 这事肯定给你办了 2014年年底的一天 这舍某呢 就打电话给文烈宏 三哥 事办好了 文烈宏啊 生性多疑 到底办没办好啊 我亲自看看去吧 第二天呢 就偷偷的查看了张老板的身体情况 我说兄弟 你怎么搞的 姓张的人没事 还在走路呢 你搞得好就搞 搞不好 把钱给我退回来 他去了之后 看见张老板安然无恙 气得呀 把这个舍某啊 是一顿痛骂 无奈之下 一个月之后 舍某呢 又指使手下的小弟跟踪了张老板 并且把他砍伤了 这次砍杀 还是没让文烈宏满意 因为这张老板只是贱了血了 受了伤了 可手跟脚可没砍断啊 文烈宏 可是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主 这一次啊 没把张老板的胳膊和腿砍断了 他是不满意的 那么他还会想什么办法来对付张老板呢 最终文烈宏又是如何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文烈宏呢 指使手底下的小弟舍某啊 你找人把那张老板胳膊腿给我砍断了 可是一来二去 来回弄两回 这文烈宏呢 都不满意 他胳膊腿不好好的 那么呢 哪舍了呀 啊 文烈宏要报复一个人 可是不惜一切代价 于是在他第三次要求之下 才出现了长沙酒店那一幕 在这次砍杀过程之中啊 凶手被现场的群众成功制服了 啊 大伙呢 勇于跟歹徒做搏斗 没过多久 舍某也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就在张老板被砍伤住院期间 文烈宏啊 还写不要脸的 以朋友的身份 去医院看望他呢 很显然 探望的目的 不是关心朋友的伤势 而是检查检查啊 自己的小兄弟们 砍到位没有 从医院出来之后 心狠手辣的文烈宏 还是不满足 还想着找人补刀呢 让人去医院再砍一次 去医院砍一次啊 可见 他到底有多么的嚣张 多么的心狠手辣 为了这次砍人事件 文烈宏 也算是下了重本了 前前后后光是现金 就给了奢某七百八十多万 这不是说他有多慷慨啊 其实他是要用这些钱 来封住奢某的口 让他千万别把自己给抖了出来 文烈宏这么穷凶极恶 就想要张老板的命 张老板也气不过去啊 这张老板在湖南当地 那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 是湖南某民营经济学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 曾经还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所以呢 在这三次追杀之后 他呀 就把前后的经过写了一篇帖子 就发到网络上了 随后这篇帖子也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那么这也让有关部门把目光放在了文烈宏的身上 相关机关呢 也开始秘密的对文烈宏进行调查 文烈宏涉黑案 也得到了湖南省委的高度关注 省委领导座的批示是 对危害群众的黑恶势力绝不手软 坚决铲除 2017年2月底春节刚过 村民中间呢 就传出来了说文烈宏被警方给带走了 在这之后呢 这座院子啊 就文烈宏那大宅院 大多数时候都是大门紧闭 时不时的还会出现一些警车和警察 那么到底是不是文烈宏真的被抓了呢 是的 2017年2月28号早上8点左右 刚从情妇家出来的文烈宏 刚一到公司就被守候多时的警察给抓住了 这次行动啊 是由湖南省公安厅直接指挥的 长沙市警方 常德市警方组织的这次抓捕行动 非常的顺利 几乎就在同时 文烈宏的主要马仔 舒某 奢某 公某等人也被一亿网打尽 其实啊 早在多天之前 警方呢 就在文烈宏望城的老家 还有他情妇居住的小区 以及他公司办公楼 聚众赌博点等他经常出没的地方 布下了天罗地网 2017年4月8号 文烈宏因为涉嫌非法拘禁罪 被批准逮捕 6月21号 对文烈宏 奢某 舒某 公某等人 涉嫌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立案侦查 不过要说起来 这文烈宏啊 还真是有能耐 抓住之后 这文烈宏 依然能够想方设法的逃出去 刚抓住文烈宏的时候 文烈宏见了警察 那是连连喊冤的 警察同志 我一个做正经生意的商人 我没犯过法 抓我干什么呀 你们肯定抓错人了呀 可是办案人员呢 已经掌握了铁证 无动于衷 文烈宏后来啊 也就接下来虚伪面具了 还撂下狠话了 我告诉你们 不出三天 你们就会客客气气的 把我请出去 左等右等 文烈宏总算是等足了三天啊 晒足一百八十天 他这是等足三天 可还没等来捞人的好消息 此时的他呀 还是对自己能够顺利出去充满信心的 原来呢 在被抓之前 他的一个军师给他支了一个招 三哥 听说公安机关的办案期限只有七天 最长也只能延长至三十七天 只要你在看守所扛过这个期限 公安机关就只能放人了 所以啊 先等三天 后等七天 最后等了三十七天 三十七天一过去 文烈宏一看 怎么还不放我呀 开始心虚了 害怕了 此时此刻蹲在看守所的文烈宏 他不会知道自己没等来救人的喜讯 反倒身边黑白两道的那些兄弟们 已经陆陆续续的被公安部门 纪检部门抓获了 善于察言观色的文烈宏啊 开始从硬对抗啊 转向用金钱开路 争取越狱 于是他马上想到了自己多年以来屡试不爽的一个绝招 砸钱 文烈宏呢 在监狱里边啊 一次次的试探看守人员 警官 中午给我带个肉包子吃行吗 今后我出去了 一个包子 我给你十万块 哎呦 老哥 求您借手机给我打个电话 二百万的感谢费 绝对一分不差 他其实呢 不是真想吃包子 也不是真想打电话 就是试探看守人员 看他们贪财 还是不贪财 对于每个看守人员 在看守期间的态度表现 以及看守人员之间 在交流过程之中 透露出来的家庭生活琐事 文烈宏都看在眼里边 记在心里边 文烈宏这拙劣的表演呢 一度成为了民警和看守人员的笑话了 但是有一个协警姓刘 他在看守文烈宏的时候 表现出了一丝不正常的神色 这让文烈宏可抓住机会了 这刘某呢 有个独生女儿在长沙工作 要说起来呀 他家里边生活是挺苦的 因为他妻子得了癌症了 为了帮助妻子治病 几乎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了 日子过得紧张 刘某不经意间就释放出了这个消息 文烈宏啊 就开始琢磨起自己的计划了 他缺钱花 这是我最大的机会 能用钱办成的事啊 那都不叫事 于是呢 他就想策反刘某 帮自己逃出去 这一回啊 文烈宏就抓住了和刘某独处的机会 刘某 你只要把手铐钥匙给我 在我逃跑的时候 假装睡觉就行了 逃出去之后 我第一时间给你打两千万过来 让你女儿在长沙也能过上好日子 他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引诱刘某 而这刘某呢 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在文烈宏的金钱猛攻之下 最终是失手了 外边一共几道门 防护网牢固不牢固 看守的监控区设在哪 等等这些关键问题 刘某就都告诉文烈宏了 文烈宏啊 对看守所的内部情况 那是了如指掌 2017年7月24号凌晨 正好赶上刘某和另外一个看守人员职班 六点左右 看见这个看守人员已经睡熟了 文烈宏在刘某的配合之下 偷偷的潜入了五号房间 用脚啊 登开房间里的隔离防护网 掰开口子 从里面钻了出去 并且迅速通过了看守监控区 逃出了看守所 接到文烈宏脱逃的消息之后 专案组是极其震惊啊 立刻把这个情况向常德市公安局以及湖南省公安厅报告 湖南省公安厅又第一时间上报国家公安部 抓捕文烈宏指挥部迅速成立了 一场遍布全国的抓捕网络也迅速展开 经过多警种联动 7月26号清晨抓捕组的民警 在冷水江中心医院附近的一个出租房里 将正在睡觉的文烈宏一举抓获 仅仅不到50个小时 自名得意的文烈宏又到了专案组的手里 这一次啊 文烈宏再也不嚣张跋扈了 他心里的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了 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已经走到头了 其实我们说的这些文烈宏犯下的恶行 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说的他那庞大的保护伞周福波 他们也只是其中的代表 周福波一个堂堂的省公安厅的二把手 常务副厅长 每回赌博的时候啊 哪怕稍微来晚几分钟啊 这文烈宏那就得发脾气 等他去了之后都得骂骂咧咧 甚至有一回当着大伙的面端起一杯茶水 就泼在了周福波的脸上 他敢对省公安厅的二把手如此 那么我们也不难想象 他对普通的老百姓 他对其他的那些仇人又会如何 除了周福波他们之外 后来经过查明 这文烈宏向时任长沙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善大勇行贿2160万港币220万 美金2万以及伯爵手表一块 同时还向时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陈永超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二平亭长胡东华 长沙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谭学军 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支队情报大队副大队长黎华等人多次的实施了行贿 2018年1月份 湖南省在第11届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播放了一部湖南省纪委刚刚拍摄制作完成的反腐警示教育片《忠诚与背叛》 其中用了很大篇幅 说的都是和文烈宏案相关的这些官员们 2018年9月20号 湖南省长德市人民检察院公布 被告人文烈宏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案 由长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8年10月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了五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的典型案例 其中就包括文烈宏案 包括文烈宏的保护伞周福波 2019年1月15号 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烈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认为 被告人文烈宏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罪 诈骗罪 行贿罪 敲诈勒索罪 寻衅滋事罪 强迫交易罪 开设赌场罪 聚众斗殴罪 非法拘禁罪 赌博罪 脱逃罪 故意伤害罪 破坏生产经营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妨害作证罪等15项罪名 恕罪并罚 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 全部财产 周福波因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审获刑19年 单大勇因受贿罪 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审获刑17年 案子我们讲完了 再说回 最近两天我看电视剧的时候 其实周围的很多朋友 也都有一个疑问 说电视剧里边演的太夸张了 那高明远不就一个老板吗 一个黑社会的头头吗 又是区长 又是公安局长的 怎么都那么怕他呀 各位听完文烈红案 大家感受到了吧 影视剧并不荒诞 现实世界往往就是如此荒诞 一个黑社会的头目 敢跟省公安厅的二把手 当众的泼茶水 还有什么是他不敢的呀 一个被国家公安部都盯住的 非常重视的一个重点犯罪人员 竟然依靠钱就能够从看守所里面越狱而出 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荒诞呢 当然我们也拭目以待 不知道电视剧里面会不会有类似的情节啊 在我们通常听到的绝大多数贪污腐败的案件当中 案犯的往往都是为了一己私利 为了追求奢靡的生活 从而去贪污腐败 其犯罪的根源呢 往往都是同一个词 它叫做贪婪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起案件呢 却非常特殊 这也是一起贪污腐败类的案件 但是这起案件的案犯 它之所以作案 不是因为贪婪 而是因为爱 具体而言 是溺爱 这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母亲 她出于对女儿的信任和爱 一次又一次的轻信了女儿的谎言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她利用自己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身份便利 多次拿取了有自己保管的国企资产 合计50多万 在案发的2004年 50万对一般家庭来说 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也正因此 这位可悲的母亲 在走投无路时选择自杀 只可惜 她的自杀没有成功 最终要面对15年的牢狱生涯 这个间接导致母亲犯案的败家倒霉孩子 她叫做肖磊 她家在重庆 她的父亲呢 是重庆第三塑料厂的干部 她可怜的母亲 叫做陈华 也是第三塑料厂的职工 是第三塑料厂销售部门的出纳员 那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 在当时来讲 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只可惜呢 肖磊的父亲工作太忙 在塑料厂打拼了十几年之后呢 又靠着积累下的资产 下海从商 去福岭做生意 在创业初期都是非常忙碌的 虽然福岭距离重庆市中心不算太远 但是肖磊的父亲经常不能回来 也正因此啊 父亲对肖磊的管教其实是比较少的 那么由于缺少父亲的关怀 母亲陈华只能尽可能多的给肖磊更多的关爱 于是肖磊就被宠成了小公主 要什么给什么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 肖磊贪玩 不爱学习 1998年 16岁的肖磊初中毕业 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 说什么都要自己去闯荡社会 父母看他非常坚决 也拗不过只好脱关系 给他在塑料厂里找了一份工作 当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那个时候 即便是普通的工人 也不是那么容易当上的 但是我们这位小公主呢 却不知足 从小娇生惯养 她哪能受得了这样的工作呢 那可是工人啊 在流水线上一战就是一天 非常辛苦 所以当时还没干几天 她就开始一个劲的请假 甚至有时连假都不请 直接就矿工不来上班了 在此期间呢 她还在工厂里谈了一个男朋友 也是一名工人 叫做张明 这个张明呢 比肖磊要大九岁 但是丝毫没有大哥哥的样子 整天带着肖磊啊 想着法的去翘班 即便有时没有翘班来上班了 也是躲在没人的地方 偷偷的约会缠绵 甚至后来还发生了关系 对此 肖磊的父母啊 是想管也管不了 这上班不比上学啊 肖磊不好好工作 天天矿工 单位领导 肯定不会像学校的班主任一样 动不动就叫家长 虽然说呢 都在一个单位 但是总不可能天天去盯着女儿上班吧 退一步说 就算天天盯着 这正直叛逆期 肖磊也不会一直听话的 这种青春期的叛逆呢 很快就让肖磊付出了代价 不得不说 肖磊的眼光确实是不太行 他找的这个男朋友啊 不光不好好工作 甚至还有赌博的恶习 有一天天真的肖磊 屁颠屁颠的跟着男朋友张明 去朋友家里打麻将 去了以后才知道 他们是要赌钱的 肖磊在得知以后呢 非但没有离开 反而在张明的怂恿下 坐上了牌桌 当天晚上 他们玩到了凌晨一点 几位民警突然破门而入 把他们当场抓获 最终肖磊因为赌博被行政拘留五天 不仅如此 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 工厂那边也马上就把他开除了 这件事情让肖磊的父亲勃然大怒 自己以前好歹是厂里的干部啊 反观自己的女儿呢 不光不好好工作 还因为赌博被厂里开除了 这让他既难堪又愤怒 把女儿接回家之后 他抄起鸡毛胆子 对女儿一顿暴打 不仅如此 还当场把女儿赶出家门 不让他再回来了 叛逆的肖磊呢 当然也不会服输 不回家就不回家 他扭头就去找了 自己的男朋友张明 就这样 他们俩反而同居了 与此同时啊 肖磊的母亲陈华 虽然也非常生气 但是对女儿还是非常心疼的 纵使父亲态度坚决 母亲陈华还是偷偷的来到张明家 找到了女儿 并且把自己攒下来的 七千块私房钱交给肖磊 让肖磊拿着钱和张明 一起去做点小生意 好好地养活自己 在九十年代初期 七千块钱也仍然是一笔巨款了 有人根据物价和收入水平等等指标计算 发现当年的七千块 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五万到十四万左右 这笔钱要做点小生意应该也足够了 拿到这笔钱之后啊 肖磊高兴的几乎要跳了起来 他当然是非常感动的 连忙乖巧的说 哎呀还是妈妈最疼我了 等我做生意发财了 我就拿七万 拿七十万来报答你 然而母亲陈华并不知道 女儿的这种感动和乖巧 仅仅只是暂时的 常年的娇生惯养 让他永远都无法懂得 什么叫开源节流 这七千块 非但没有帮助肖磊好好成长 反而在无形当中 把陈华自己推向了深渊 肖磊是在密冠中长大的 对外界的认知非常有限 而且模糊 况且他刚刚16岁 对理财也没有丝毫的了解 更不知道该计划着去花这笔钱 在拿到这笔钱之后 一开始他的确打算听从母亲的建议 做一个小生意 他觉得那些老板们做生意都赚了钱 那自己肯定也能赚钱 把这件事情想得非常简单 但是年纪尚小的他 对做生意所需要的成本 却没有清晰的认知 他实在是太过虚荣 太过不懂事了 在他的认知当中 要想做生意 首先要有一个老板的样子 于是他首先花了一千两百块 为自己未来公司的老板 也就是他的男朋友张明 配了一台BP机 然后呢 两个人每人又花了一千多 买了一套高级服装 里里外外算下来 这一不小心就花了三千多块 三千多块花出去 大老板的样子好像是有了 接下来呢 他们直接包了一辆出租车 天天在大街上到处转悠 目的是为了看看 什么样的生意好做 好赚钱 赚累了 就找一家高档饭店 在那吃饭 甚至有时连出租车司机 他们也一起请了 就这样 在这种无节制的花费下 还不到半个月 陈华辛辛苦苦攒下的 七千块私房钱 就被他们败光了 这生意还没做成 钱却花光了 而在这半个月当中啊 萧磊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有钱并且自由的生活 以前在家里 虽然也是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一直被父母管束 反观现在呢 父母不在身边 没有人管 想怎么花 就怎么花 这实在是太舒服了 其实到这个时候啊 他早就没有了做生意的念头 而半个月以来的奢靡生活 却无法成为过去了 所以此时 他一心只想着 要得到更多的钱 要继续过这种舒适的生活 为了得到母亲的继续资助 萧磊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花了一百块钱 给母亲买了一身衣服 趁着父亲不在的时候 悄悄给母亲送了过去 看到女儿给自己买东西 陈华又惊又喜 又听女儿说 现在好像在做服装生意 陈华更加高兴了 心想 女儿终于开窍了 开始自立自强了 那看到母亲如此高兴啊 萧磊就趁热打铁 赶紧撒娇说 哎呀妈呀 我那七千块啊 做生意的时候 进货都花光了 现在资金周转不过来了 你再支援一点吧 陈华看女儿如此孝顺乖巧 而且真的开始好好做生意了 二话不说 马上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 拿出两千块交给了女儿 这个萧磊啊 给自己买衣服 动辄一千多 给母亲买衣服 却只拿出十分之一 一百块钱 甚至这一百块钱 还不是真心实意的暴打母亲 而是为了继续得到更多的钱 纵使当时萧磊还小 只有十六岁 但如此白眼狼的行为 也着实让人愤怒 但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母亲陈华也是受害者 他对萧磊只有信任和爱 而这种爱却让萧磊更加的肆无忌惮 连续两次从母亲这里拿到钱 萧磊感觉自己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了 于是一有机会就去找母亲要钱 一般他也不会要太多 两三百三五百少量多次 母亲陈华呢 出于对女儿的爱 认为女儿做生意刚刚起步 正需要钱 自己平时在生活上多给他支援一些 女儿呢 也就少受一些罪 母亲陈华是这么想的 但是萧磊 他可纯粹是为了拿钱去花呀 再后来不久 萧磊和张明分手了 这给萧磊提供了新的要钱的理由 他对母亲说 说自己和张明分手了 经营的服装生意也因此散伙了 钱都赔进去了 母亲陈华听了 可心疼坏了 没有了张明 女儿自己住在哪里呢 她一个人在外面 肯定要更加危险啊 想到这儿啊 母亲就想着 能不能把萧磊接回家里 因为萧磊的父亲对张明 一直是看不上的 认为是张明把女儿带坏了 现在呢 女儿和张明分手了 陈华觉得可以以此为契机 让女儿回家来住 于是陈华给女儿拿了5000块钱 让他买点礼物送给父亲 父亲一开心 他就可以回家住了 而萧磊当然不会如此听话 一拿到钱 他马上就出去花天酒地了 这段时间啊 他在外面认识了不少狐朋狗友 有很多小姐妹天天围绕着他 把他称作款姐 这一生一生的款姐 让萧磊飘飘然 没过几天 5000块钱就被挥霍一空 好在另一边啊 爱女心切的母亲 对父亲软磨硬泡 父亲最终也同意了女儿回来 于是萧磊终于回到了家住 在家里虽然吃喝不愁了 但是萧磊的花销 却并没有下降多少 他平时仍然时不时的会找母亲要钱 出去宴请那些所谓的小姐妹 以彰显自己缓解的身份 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 萧磊又陆续交了四个男朋友 无一例外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 有了之前张明的失败案例 父亲对女儿的恋情一直非常在意 经常提醒和教训女儿 但这也导致父女之间争吵不断 2001年8月 萧磊结交了一个30多岁 并且被开除公职的男朋友 这件事情让父女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 父亲对这个男朋友非常不满 让萧磊分手 而萧磊嫌父亲多管闲事 最终 父女之间爆发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争吵 萧磊摔门而去 离家出走 这次萧磊来到了新的男朋友家里 又一起同居了 正值19岁的年纪 干柴烈火 欲望十分强烈 因此没多久 两人在冲动之下就发生了性关系 并且还没有采取安全措施 但欲望的火苗来得快 去得也快 刚刚五个月 这对男女玩腻了 和平分手了 但此时萧磊却已经怀上了这个男人的孩子 对于怀孕的事情 萧磊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可能和怀孕也有关系 那段时间萧磊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他非常暴躁 一言不合就发怒 身边的小姐妹都吓得疏远了 而萧磊自己也感到了孤独 这让他更加生气了 有一天 他找到母亲陈华说 妈 我不想这样鬼混了 借我三千块钱 我要去武汉找工作 一听说女儿要主动去找工作 母亲高兴得不得了 当场表示支持 但是女儿要三千块钱 这个要求 自己却无法满足了 因为这两三年下来 陈华自己攒下的私房钱 早就被萧磊败光了 他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 不过 萧磊的父亲在扶林做生意 最近效益不错 三千块钱肯定是小意思 可是妇女之间的关系 一直非常糟糕 更何况 为了男朋友 女儿都离家出走了 父亲就算有钱 也肯定不会给的 可女儿这边呢 催得又非常急 表示马上就要去武汉 那这可怎么办呢 陈华试探性的问了问丈夫 然而得到的回答 都在意料之中 丈夫无论如何 都不会给女儿拿钱 这让陈华彻底没有了办法 自己该如何满足女儿呢 陈华头疼不已 坐在办公室里 一个劲的发呆 思考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他低头 注意到了自己脚下的保险柜 自己身为常理的出纳 经常能接触到钱 干脆啊 在这些公款当中 偷偷的给女儿拿一笔 让他先用着 等自己工资发下来 每个月再往里还一些 应该没有问题的 于是潘多拉的磨合被打开了 萧磊找母亲要钱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样的行为只会不停的继续 这一次 陈华用公款满足了女儿 那下一次呢 从这里开始 我们几乎已经可以预见到故事的结局了 败家女儿最终是如何把母亲逼上绝路的 陈华最终又会怎么做呢 在上节末尾咱们说到 萧磊声称要去武汉找工作 需要三千块钱 得知女儿要找工作 陈华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也想尽力去满足女儿的要求 可是他的私房钱已经被女儿败光了 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呢 他冒险挪用公款给女儿拿了三千 于是 潘多拉的磨合被打开了 萧磊找母亲要钱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样的行为只会不停的继续 这一次 陈华用公款满足了女儿 那下一次呢 结果似乎是可以预料的 在拿到这三千之后 萧磊马上就没有心思去武汉找工作了 他就像是吸毒的瘾君子饥渴了很久 一拿到钱 马上就迫不及待的去消费 找工作的事情早就抛住脑后 一个月的时间 这三千就被花光了 于是他再次回到家里 对母亲说 武汉的工作太难找了 找了一个月没有合适的 所以现在呢 打算回重庆来找 为此希望母亲能够再给点钱 之前 陈华已经犯下错误 拿了三千块了 所以这一次 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再拿钱了 可是萧磊呢 他实在是太会演戏了 在陈华面前 他哭哭啼啼 楚楚可怜 说自己已经找好了关系 在一家工厂里面当销售员 但是找关系都需要钱来打点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错过这个机会 以后可就难了 陈华听了以后啊 再次信以为真 他心疼女儿 怕女儿错过这个好机会 于是又一次鼓起勇气 在公款里偷偷拿了一千块 交给女儿 但这区区一千块 哪里够呢 没过几天 他又来找母亲要钱 就这样陆陆续续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他从陈华这里 就拿走了一万多块的公款 但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一段时间以后啊 他突然说要去东莞开美容院 一次性需要两万块 两万块啊 这可是狮子大开口 如果是一千两千的 陈华每个月还一点 一年半年的 说不定还能还上 现在这一下子要两万啊 陈华是万万不敢动的 如此大的数目 说不定一旦动了 马上就会被发现了 可女儿一直在催 陈华没办法 只能采取拖延战术 让女儿先等两天 可是当天晚上 萧磊就等不及了 给家里打电话 再次向母亲要钱 好巧不巧啊 那一天 萧磊的父亲回来了 这通电话刚刚好 也是父亲接的 父亲一听说 女儿又在要钱 而且一次要两万 他大发雷霆 在电话里 把萧磊狠狠的 臭骂了一顿 萧磊也没想到 竟然是父亲接电话 当场就和父亲 对骂起来 最终父亲警告他 永远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并且愤怒的 挂掉了电话 萧磊被父亲 臭骂了一顿 又被挂了电话 一肚子邪火 马上就窜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 他气急败坏的 来到母亲的办公室 掏出一把安眠药 吞进了肚子里 要死给母亲看 母亲以为 女儿是又在骗自己 于是无动于衷的说 我这是真没钱了 你要死就死吧 可没想到 萧磊又掏出一把小刀 一刀划在了自己手上 顿时鲜血之流 陈华看到之后 心疼坏了 他很想冲过去阻止女儿 但是理智告诉他 不能过去 一过去就中计了 他怕自己心一软 再次上当了 于是陈华一咬牙 赶紧离开办公室 躲了起来 此时的萧磊 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他看到母亲跑了 去外面找了一把斧子 把母亲的保险柜 给砸得稀烂 把里面的五千多块钱 全部拿出来 装进了自己包里 然后转头就要离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 安眠药的药效发作 他光当一声 晕倒在地上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病床上 这才知道 致母亲心软 赶紧跑回来 把他送到了医院 打这件事开始 萧磊算是看明白了 他发现母亲确实是心软 对自己是放心不下的 只要自己用一点手段 母亲肯定会拿钱 于是萧磊开始 变本加厉的向母亲要钱 以各种理由逼迫和要挟 而陈华出于对女儿的爱 一次次的让步 也一步步的走向深渊 此时陈华不知道 萧磊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 因为除了他自己 他还有一个孩子要花钱 别忘了 萧磊和最后一任男朋友 在上床之后怀孕了 在2002年 他偷偷把这个孩子生了下来 孩子的出生并没有让萧磊成长 他不想负起一个母亲的责任 更不想打工赚钱养孩子 于是花了很多钱 把孩子交给其他人抚养 大人孩子一起花钱 这开销只会越来越大 因为此时 母亲已经不再相信他的谎言了 所以萧磊向母亲要钱的手段 也开始越来越多 有时他会当场在母亲面前自残 以头枪地 又有时他直接冲到办公室里 向母亲的同事们 讲述母亲如何虐待自己 但实际上这全都是子虚乌有 最恶劣的时候 他甚至会直接殴打自己的母亲 在孩子出生之后不久 有一次他又去向母亲要钱 陈华看到女儿来了 马上就想躲起来 萧磊看到之后 马上就冲过来 一脚踢过去 把一张凳子踢向了母亲 由于力度非常大 这张凳子直接砸向了陈华的双腿 陈华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疼得站不起来 而萧磊呢 就像是没看见一样 一只脚踩出凳子 一边慢悠悠地说 我又没打你 你喊什么呀 陈华疼得在地上坐了十几分钟 这才抹着老泪爬起来 他怕女儿再下毒手 只好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千块 把女儿打发走了 晚上陈华回到家里 丈夫发现他受伤了 问他是怎么回事 陈华担心 丈夫知道以后又会去打女儿 只好撒谎说 是自己不小心摔伤的 长死以往 不光是陈华自己 他的同事们也非常同情 都开始帮忙 一看到萧磊来了 就赶紧打招呼 让陈华藏起来 反观萧磊呢 他仍然沉醉在奢靡的生活当中 他能不眨眼 就花上一千两百块 买一套化妆品 他能花三千块 买一套裙子 他能花一万块 办一张美容卡 甚至随随便便 就掏出数千块 租一辆桑塔纳 开着四处玩耍 他就像是一个败家的小公主 灰金如土 虚荣膨胀 萧磊 陶醉在别人对自己的殷勤和奉承当中 全然不知自己的母亲即将大祸临头 截止到2003年7月 陈华粗略统计之后发现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他已经偷偷的从公款当中拿走了22万 无一例外全都交给了女儿 如此之大的数字 就算他想慢慢还 每个十年八年也是不可能还上的 可十年八年这变数太大了 一旦被发现 他必定要面临牢狱之灾 一想到这里 陈华每天心惊胆战 经常抹着眼泪让女儿还钱 但实际上 陈华的心里也知道 他也没底 女儿满嘴跑火车 他真的不清楚 女儿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工作 到底能不能还钱 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只能向朋友向亲戚借钱 能还一点是一点 同时也在不断的催促女儿 这天天被催债 肖磊不胜其烦 为了让母亲闭嘴 2003年8月28号 肖磊买了一大堆名贵的礼品 喜气洋洋的回到家中 对母亲说 这些是你未来的女婿送给你的 她是香港的房地产老板 叫林志生 现在在重庆做生意 她有上亿元的资产呢 陈华听了之后 内心毫无波澜 他早就听惯了女儿的谎言了 生怕再次中计 没想到第二天 一个陌生男子 突然给陈华打来电话 男子操着一口塑料普通话 彬彬有礼的向陈华问好 并声称自己是肖磊的男朋友 叫林志生 还说过阵子有空了 要来家里拜见她 转过天来 又有一个陌生的女人 给陈华打电话 这个女人也操着一口塑料普通话 说自己是林志生的母亲 还煞有介事的 聊起了林志生和肖磊的婚事 又过了几天 林志生的表妹 表姐和一个侄子 全都陆续打来电话 向陈华问好 并且都在关切林志生 和肖磊的婚事 接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电话 陈华的内心 其实已经开始松动了 难道女儿 真的棒上了香港大老板吗 但是李志告诉他 不能轻信女儿的话 也许这是另一个圈套 不过 他仅剩的这一丝理智 很快就没有了 因为没过几天 肖磊竟然抱回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个大胖小子 其实是肖磊和前男友的孩子 为了继续在母亲那里骗钱 他把孩子抱回家里 并且表示 这是自己和林志生的孩子 看到孩子 陈华整个人都震惊了 他仔细看了看这个小孩 发现他和女儿长得确实非常像 于是终于 他再次陷入了女儿的圈套 真的以为 女儿和一个香港老板在一起了 并且现在还有了一个孩子 在相信之后 陈华也暗自松了一口气 有了这么一个当老板的女婿 那二十多万的公款应该马上就能还上了 这件事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我们只能感叹 陈华这个母亲竟然如此天真 那些打来的电话 那些所谓的林志生 亲家母等等 很明显都是肖磊的狐朋狗友们假扮的 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陈华身上得到更多的钱 可怜又可悲的陈华呀 就这样又一次上钩了 肖磊看母亲完全相信了 便开始以各种理由开始要钱 他给母亲画了一张大饼 说自己和林志生要在香港办婚礼 在办完婚礼之后呢 再回家里来再办一场 到那个时候还能收好多礼金呢 彩礼肯定也少不了 所以接下来呢 要钱的理由可就多了去了 今天要办护照需要花钱 明天要买婚纱也需要花钱 后天的买房子要支付中介费 不能让人家掏吧 又向母亲要钱 总之说来说去呢 都是需要钱的 他还时不时的让所谓的林志生 给母亲打电话 把母亲献得团团转 此时对这个有钱的香港女婿 陈华没有丝毫怀疑 每一次都满足女儿的要求 偷偷拿一笔公款交给女儿 就这样 不到半年时间 他就再次拿出了二十多万 而肖磊呢 也一直在信誓旦旦的说 林志生是亿万富翁 几万几十万啊 都是小事 过两天就把钱给打过来 然而陈华等了大半年 这过两天 还是没有到来 直到2004年6月 常理传出消息 陈华所在的门市部 要被撤销了 那自然就要清查部门里的所有账目 这下 陈华彻底慌了 他多次找到女儿说明情况 要求女儿把钱还上 为了稳住母亲 肖磊一边让林志生给母亲打电话 一边伪造了一张欠条 上面写着 金欠母亲陈华女士 每金十万元 以本人名誉担保 将于6月17日还清 借款人林志生 陈华拿到欠条 心里总算是稍微放心了一些 他还把欠条复印了几份 放在保险柜里 但是没想到没过几天 肖磊就偷偷打开保险柜 把欠条和复印件全部销毁 甚至还拿走了4000多块的现金 而就在陈华欲哭无泪的时候 另一个更加糟糕的消息传来了 2004年6月底 厂里正式开始对陈华所在的门事部 展开账目清场 他挪用公款的事情终于暴露了 大难临头 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 陈华呢 也彻底放弃了 7月8号早晨 他做好早饭 来到女儿的卧室 平静的对还没起床的女儿说 我走了 你好自为之吧 这一走呢 就是好几天 肖磊还以为 他跟父亲一起去福林做生意了 丝毫没有在意 仍然天天和一帮小姐妹们快活逍遥 其实肖磊也没有猜错 陈华确实去了福林 但他并没有去和丈夫做生意 而是在丈夫的住处 吞下了40多粒安眠药 打算自杀 万幸的是 肖磊的父亲及时发现 并及时把他送到医院 挽回了一条命 但他仍然因此昏迷了五天五夜 但五天五夜醒过来之后 迎接他的却是冰冷的镣铐 几天之后 7月20号下午 位于重庆市中心的一家豪华保龄球馆 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 正和一群小哥哥小姐姐兴致勃勃地打球 这位少女身材娇好 她身上穿着黑色紧身T恤 下身穿着白色迷你裙 身材傲人 青春靓丽 这位就是肖磊 正玩得高兴呢 忽然肖磊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 里面有人告诉她说 她妈妈突发疾病 非常危险 要赶紧来医院一趟 肖磊听了急匆匆地回到家中 然而迎接她的是两位法警 到这个时候 我们的小公主才意识到 自己的快活日子终于到头了 最终经查时 从2002年到2004年 陈华通过做假账的方式 私自挪用了厂里的公款 高达55万余元 而这些钱都已经被她的女儿挥霍一空了 2005年3月8号 陈华因挪用公款数额巨大 被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纵观这整起案件 肖磊似乎是主角 贪图享乐 爱慕虚荣是她堕落的主要原因 但客观上的原因也是不能否认的 假如陈华不过度的溺爱 假如其父亲不是以简单粗暴的打骂 作为管教的方式 假如工厂在账目管理上再严格一些 是不是在不同程度上 都可以阻止肖磊的堕落呢 但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假如 有的只是结果 在这场闹剧当中 悲剧的主角其实还是陈华 是她一味的溺爱女儿 到了愚昧到了痴呆的程度 结果既害了女儿又害了自己